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十七日 星期四 阿赞多大师本身实为泰国皇族血统 在出生后 大师的父亲便因战乱与母子失散 往后大师便由母亲所养育 自小成长在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大师自小由母亲抚养 七岁时大师便在英塔纳维汉庙 跟随大师学习佛理和佛法 大师悟性也比常人高 所以年纪很小已受到很多人尊重 这个时候的大师还并没有成为沙迷 也还没有出家 只是在庙里读书 当阿赞多大师十七岁的时候 大师的启蒙师傅 也就是龙婆龙 自知大师才思敏捷 是块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自己已经传授不了什么 本事给他了 又怕耽误他的前程 于是就把大师引荐到瓦拉康庙 跟随龙婆那大师学习 龙婆那大师当时就是泰国的十位 崇敌高僧之一 也是阿赞多大师的第二个师傅 在大师来的前一个晚上 龙婆那大师做了个很奇妙的梦 他梦到有一头白象 半夜闯到他的书房 把他的书全部啃得一干二净 早上起来 大师非常高兴 他知道这是个非常吉祥的梦 因为在泰国白象是非常神圣的动物 并且和尚在出家前叫做那 是身穿白衣的 所以大师认为一定有一个博学多才 喜欢读书的小沙迷会前来这里 大师在云游前嘱咐庙里负责起居的长老说 如果有人要交付一位沙迷在这里学习 就帮我收留他好了 刚好中午十分阿赞多大师来到庙里 不用说就是大师了 龙婆那大师云游回来后 见到阿赞多大师非常高兴 亲自给他办理了剃度仪式 成为一名正式的沙迷 其后 阿赞多便在庙里跟随龙婆那大师 进行了两年多的修行 在这两年多 大师学习比以前更滋滋不倦 常常看书到半夜 在修行修法及经文经法方面更上一层楼 在当时对于他那个年龄 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由于大师名声在外 所以 很多人都络绎不绝去 庙里请大师祈福奖金 在马哈 塔塔佛寺 大师有机会接触更多的高僧和书籍 这位大师的学习又提供了更好的环境 大师常常在空闲之余 帮僧王翻译各种佛理文献资料 连僧王苏盖天都感叹道 我并没有教授阿赞多什么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 孜孜不倦学习而来的 我所给予他的 远远不及他所回报给寺庙里的多 当曼谷王朝 拉玛三世当政之时 三世皇已早有耳闻 阿赞多的博览多才 于是他册封阿赞多为招昆帕帖 意思是 和尚之中的资深长老 一般管辖范围为 全国范围 但阿赞多并没有去领取这个职务 而是采取回避的方法 云游各地 过一个苦行僧的修行生活 这种苦行僧 赤脚化缘 一日一餐 全素 不沾金钱 全是 以艰难的修行方式 来增加自己的修为 这期间 他云游几十年 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凡是他所到过的地方 当地都会有流传他的故事 崇敌瓦拉康佛牌 也就是这个时间段 流落在各地的 佛历2395年 也就是阿赞多64岁的时候 他已经身体不适宜云游 于是 又回到瓦拉康庙 这时候 拉玛四世 也就是俗称的四世皇找到他 再一次 册封他为赵坤帕天 这次他没有拒绝 而是领取了这个职务 佛历2415年6月22日 星期六夜间12点 大师以盘坐的方式圆祭 大师虽然走了 但大师的故事 还没有结束 大师圆祭后 全国上下 无论是老百姓 还是王公贵族 都沉浸在一片悲伤沉痛之中 人们为这位功勋卓越的大师 去世感到惋惜 全国各地大师的弟子 也纷纷为大师做雕像 做佛牌 以示纪念 我好想看在这位置上 就算是老百姓的 非常多的 我好想看 我好想看 你来不过 你来不过 你来不过